路长 因为车辆被压到 看她后方有被压到 然后她车子无法动盘 然后上面电线整个都掉下来 然后在车上 然後他們都那一對夫妻都不敢去碰車子的金屬部位 因為剛才電電箱爆炸 電電箱爆炸之後他們擔心會有高壓電 因為沒有電電過 所以說他們不敢碰車子的金屬部份 然後當場先到場的時候 有幾位警銷人員他就跟我講說 那可能有電不要去碰 但是我覺得我過去安撫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說他的車子好像有在漏油 剛好看到這邊有旗桿 田都的旗桿 然後我就來把他的旗桿拔起來 把木棍抽出來 然後趕快把電線移開 確定電線沒有碰到他車子的金屬部份 我就開車門請他們下來 我看他搖洞的時候 或者建屬倒塌的時候 然後就趕快把方向盤往左邊倒 然後採物門衝出去 然後我記住後面還是一樣 被那個種植物打到 感謝他因為他說他用那個竹桿 幫我把整個高壓電線 盔線移開 恁耀 老闆